最近姜文放下了要拍的新片去当评委了 第七十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今天晚上就要开幕了 姜文这一次是主竞赛单元的评委 日前携妻子已经抵达了 威尼斯为评委工作做准备了 大导演来了 媒体怎么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闪过灯就是一转叉叉叉 您猜怎么着 姜文竟耍机宝 跟记者玩起了对拍 当天现场有大批媒体 在姜文即将入住的酒店门前守候 姜文一行人抵达后 大家是前呼后拥 姜文并没有多停留 而快步走进了酒店 但当媒体刚要散的时候 姜文又从酒店里出来了 用手机拍酒店外的品色 看到这个情景 媒体记者赶紧上前采访 这个时候姜文反倒显得有点不自在了 比划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后来更是拿出手机反拍记者 还反问记者 你是不是也有点不自在 这个意外的举动 着实让记者们不知如何应对了 据说此次姜文出任主竞赛单元的评委 是本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 贝托鲁奇立举的结果 贝托鲁奇非常欣赏姜文导演之前的作品 并称他是当下中国电影最有分量的代言人 这也是继2003年担任 嘎那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之后 姜文第二次担任欧洲三大电影节评审 看来姜文心情不错 符合他一贯的态度和作风 之前芯片负责宣传的人还说 姜文为了芯片造型 特意留了半年的头发 还续了胡子 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样子吧 现在一步之遥的主要演员 已经进组排练 影片的置景特效 美术团队开始运转 姜文将在威尼斯遥控指挥 对 评审拍片两部物 这就是大导演 这就叫能力 好吧 咱们就期待电影吧 好